我們進行豆腐整理教學時最常遇到的10種情況 Hello Wendy Hello 你好 Hello Brenda 來這邊請 這邊是我家 歡迎 來這邊請 不好意思喔 我家真的很亂 希望你不要介意 真的不要介意 我家真的很亂欸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應該家裡沒有像我這麼亂的吧 不要那麼說啦 所以我們才會來這邊幫你啊 一起整理啊 生活上我們可能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批判自己完全是不需要的 積極學習才是改變生活的關鍵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區好了 那這邊的話大概是放什麼樣的物品呢 欸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欸 就是一些雜物啦 二 說自己的物品是雜物 欸 那大概是怎麼樣的雜物 主要是什麼時候會用到這裡面的東西呢 什麼雜物喔 就 也不太清楚欸 可能要看一下喔 通常呢 講不出來 或是幾乎沒在用的人 就會直接把那些物品稱作雜物 我們會用手機來傳Line 我們會用書桌來打筆電 我們會用杯子來喝咖啡 請問你用雜物來做什麼呢 整理前先練習給予擁有的物品尊重 不再稱他們叫做雜物 因為我們也不是閒雜人等 哇 我這些東西 都是花錢買的欸 真的捨不得丟欸 怎麼辦 威妮 三 滿腦子覺得就是要斷舍離或丟東西 沒有一定要丟東西啊 如果捨不得丟的話 一定不能勉強自己 我們就是先做好分類 然後呢 不要方便你去檢視 也許最後就是不需要丟啊 整理的時候呢 不要腦袋一直想著要斷舍離斷舍離 這樣整理會很有壓力又很痛苦 我們應該要先集中物品 然後加以分類 自然而然就會容易斷舍離囉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先一一把東西呢都拿出來 等一下就放在這邊空地的地方 拿來做分類 欸 這個是什麼樣重要的證件嗎 欸 我看一下齁 欸 對對對 這是我的一個重要的證件 欸 謝謝維尼喔 等一下丟在誇張 丟在誇張 對 這個有點誇張 四 重要的文件甚至證件 都隨意亂放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嗯 呃 東西不能隨便亂放 來 呃 先交給我 喔 好 我們等一下呢 那我們再一起把這個東西 好好的定位 OK 那我們先一樣放到旁邊的集中區去 喔 是是是是 重要證件 對 就是先把它擺成一區這樣子 OK 對待重要的政見 對待重要的政見 也用對待雜物的方式來看待 財富就在亂源中消失了 用心的對待每一件物品 物品才可以發揮它最大的功用 欸 這個是什麼物品的蓋子呢 是某個保養品還是說什麼香水之類的蓋子嗎 那它的身體咧 這個是什麼線呢 是哪一個電器的線嗎 充電線 5 物品老是被分屍 我看一下 欸 這個蓋子好像有一點印象不太確定欸 欸 這是從哪邊找到的啊 透過好好的整理 才會找到不見的物品 反正在家裡哪一天它就會自己出現 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 就算找回來 如果你的生活行為沒有任何的改變 之後它也只會突然又再不見而已 我這邊有發現一台小型的CD播放器欸 這個你有印象嗎 然後那個已經壞掉了 欸 已經壞掉了喔 在這邊放多久了呢 欸 我也不知道欸 那你有想要拿去修嗎 欸 應該是不會去修了 嗯 如果想要拿去修的話 就可以拿去玄關放 那你出門的話就可以拿去修 那如果說已經壞掉了 然後你剛好也沒有需要用的話 一樣是可以拿到玄關 記得帶出去會收掉 這樣可以嗎 壞掉的東西就不要繼續放在家裡生灰塵 買了東西就要為它的生死負責 好好埋葬它 讓它安息 欸 維妮 這邊東西其實還蠻少用的啦 先不要去動它好了 這個東西其實也很少用 就先不要整理好了 七 不少東西都很少在用 OK好喔 沒問題 客人不想動的物品呢 我們不會勉強 但是請問你自己 是很少用還是沒有在用 你可以騙我們 但不要騙自己唷 欸 維妮這個可以拿來裝什麼啊 那這個空盒可以裝什麼咧 那維妮請問這個空罐又可以裝什麼咧 八 認為整理就是要知道 每個收納盒可以裝什麼 那些收納盒呢都先放著就好 我們要先做物品的整理跟分類 等到所有東西都分類好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說 哪些收納盒可能會用得到 尤其到最後 每個都不用用到也說不定喔 整理的順序呢 是要先整理物品 而不是先整理收納用品 如果你不知道可以裝什麼 那麼其實可以選擇什麼都不要裝 這個是電鍋 這個是咖啡機 這個是烤箱 這個是烤箱 你講 九 只是在描述物品的功用 那你大概什麼時候會用烤箱 偶爾啦 偶爾它大概比較可能是什麼時段 比如說是早餐可能吃吐司會烤 早上都是去外面買比較多欸 比較快啊 要好好上班啊 還是說你有其他的料理會自己下廚 我只用電鍋跟瓦斯爐啦 這樣比較快也比較方便啊 那你多久沒用這台了 只能一陣子囉 麵包機是烤麵包的 鬆餅機是烤鬆餅的 咖啡機是煮咖啡的 但是如果一直去外面吃鬆餅 喝咖啡 家裡的這些物品 其實是沒有用到的 只是了解物品的功用是不夠的 還要了解自己的行為 欸維妮這邊還有很大的空間欸 那這邊還可以放一些東西欸 這樣是不是比較活用空間啊 看到空間就直接放 可是你東西放在這邊的話 那後面的東西你好拿嗎 好像不太好拿欸 好像也不太好放欸 好像有點卡欸 如果不好拿的話會怎麼樣呢 不會拿 不會拿的話會怎麼樣呢 會忘記 忘記的話會怎麼樣呢 不會用 不會用的話會怎麼樣呢 深灰塵 那如果深灰塵的話會怎麼樣呢 影響健康 你還要放這邊嗎 不要 我們在協助整理的時候呢 其實最怕的不是物品多 而是灰塵多 物品再多 只要有使用 有在維護 在空間足夠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可以收納的很好 灰塵多其實就表示 都沒有在用它們 才會生灰塵 那為什麼沒有在用 就是因為根本用不到 那麼多東西啊 下次如果看到灰塵 就知道自己東西太多 還有太懶根本不會清潔 就可能可以選擇斷水淋囉 要不然習性就會帶著我們 往下沉淪 OK那以上就是我們到客戶家 十個常見客戶的反應 這是有點搞笑 實際到客戶家的話 當然就是要看客戶可以接受的狀況 因為每個人可以學習的程度不太一樣嘛 基本上呢我們不太會要求客戶要斷捨離 大部分大家的問題都是 分類是最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 店位是最大的問題 對所以一旦我們協助客戶把那個分類的分好 一目了然的話 其實客人就會知道說 自己的哪些物品是比較多的 他就會很自動的 要斷捨離 其實這時候我們都不用去 特別要去剛剛講說 欸你應該要斷捨離啊 都不需要 對因為像是如果說跟客戶講說 欸你這件衣服多久沒穿啦 他可能說一年兩年或三年 可是因為那件衣服看起來是還不錯啊 所以就算你說一年之後的衣服沒有再穿的話 其實就可以丟掉了 可是當下他拿這件衣服 因為真的很久沒穿 然後之前也找不太到 然後這件衣服又剛好真的很漂亮 那當然還是會想要試穿出去啊 所以這時候斷捨離呢 其實沒有到很必要 反而是說藉由這次的整理 他可以知道說 欸他的物品有哪些 然後從這次整理做一個出發點 讓他再透過更多次的整理 慢慢的知道 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基本上斷捨離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透過整理 然後你有辦法回憶起你有這個物品 然後記得去使用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 而且如果一開始就有東西很多的話呢 其實真的很難 按照那些斷捨離的法則 來斷捨離 最好的整理方式就是整理多次一點啦 可以先從每半年整理一次嘛 每三個月整理一次嘛 到時候你就會越來越清楚知道 怎麼要斷捨離的 不太需要去勉強自己斷捨離 像我們是不會勉強自己斷捨離 我丟不掉我就是不要丟 那有一天可能會丟得掉 那時候再丟就好了 對 重點就是去整理 然後不要再煩惱說 啊我就是斷捨離不了 這個煩惱就是不需要這個煩惱 OK 不要斷就不要斷 就多整理幾次 這是最快的捷徑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